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岳提侠和胡伟生之间的感情 特别像两小无猜 特别纯真 像初恋的感觉吧 他本来是因为法宝 才去接近胡伟生的 公子 救我 胡伟生虽然说跟岳提侠的互动会很多 但是其实都是处在一个懵懂的状态 他比较像一个野蛮女友 戏皮疙瘩 我会哪里喜欢你的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 如果哪个男孩子对女朋友这么说 一定会被打死 对 没错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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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回来 胡伟生 愿意用我的 愿意用我的全部启示 到最后 他就是死的那一刻 他才意识到 月底下是我喜欢的人 不能因为他是妖 我就去把他划为一个 我不能够去喜欢的人 可以说我傻 不是不是的 我觉得是勇敢 你不是要骑宝贝书品吗 我给你 我都给你 不要 不要 然后两个人都是 不太懂得怎么谈恋爱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用一颗很真诚的心去靠近对方 我可以进行 可以操作